嗨!大家好!我是五千億大老闆!哈嘍! 唉唷!哇!那五千億大老闆好受歡迎喔! 對啊!對啊!哇!大老闆來了! 嗨!嗨!各位民眾!你們好!你們好!嗨!嗨! 嗨!你們好!你們好!嗨!嗨! 拜見!彌勒佛大人! 我有幾句話想要問您可以嗎? 當然可以!請說吧!我定之無不答! 您知道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都信任你、都認同你、都相信你嗎? 依我的見解來看啊!正是因為你有本事、你有實力成為大老闆 所以呢你才會被大家所認同啊! 好問題!如同你說的,如果我是有實力,所以才讓大家都認同我的話 那既然中國也很有實力這麼厲害,為什麼台灣不投降呢? 台灣不認同中國呢? 好!美麥勒佛啊! 還不認同一隻! 那依據我所知道的,這正是因為台灣有自主的意識才不會歸順於中國才不認同於中國啊! 美國之前這麼強 為什麼中國不投降 不認同於美國呢 欸欸欸 幹嘛啊 那個米勒佛啊 那個大老闆他完蛋了啦 我們這個聰明的智者啊 來反駁他所說的東西 他鐵定輸了 我們要搞笑了 對啊對啊 哈哈哈哈 米勒佛要見笑了 正如你所言 所以強盛不一定能夠 讓人們認同於你 所以你前面第一句問我的問題 你現在講的已經在反駁了 智者啊 你所提問於我的問題啊 都是原則性的 並非是實踐性的 就像是你問我宇宙是無限大 還是有限大的 宇宙是既無限大又有限大 還是宇宙是 還是宇宙不是既有限大又無限大的 等諸多問題 那麼這些假設性的問題呢 無法證實 居然無法印證無法證實 那他還能是無上真理嗎 正像是有一個婦人 他的小孩死了 請我用我的法律來救他的小孩 我答應他說我會救你的小孩 但是我的前提是有一個條件 你要先符合先達到我這個條件 我才能救你的小孩 而這個婦人呢 他欣然的答應 那我給他的問題是 叫他到這個天下去找一個 從來都沒有死過人的家庭 那這位婦人呢 他尋遍天下 還是沒有找到任何一家 從來沒有死過人的家庭 那這位婦人他就跑回來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騙他 但其實我不是騙他 而是我告訴他的 至高的至高無上的真理 人的生死能不能復活 這個我不講 因為我會讓你去實際實踐 當你實踐 發現這是不可行的時候 那這就是真理的答案 那我也會用實踐的方式來告訴你們 你們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都是不攻自破的問題啊 因此我所給你們超脫生死 解除痛苦與煩惱的方法 都是以實踐為主 以這個大地的真實性為主 我不會強調原則性 因為如果有一個原則性的話 你們的思維 你們的內心感受 你們的覺察都會被這個原則性給封閉住 給限制住 因此呢 我所講的是實踐 為什麼要實踐 因為實踐 它不會限制你 它是無上的真理 它能夠讓你印證到那些真實的東西 從而讓你了解 我從未想要反駁你出的任何一個問題 而是你的問題就已經反駁了這個答案 因此這個答案是不存在的 正好比你問我 釋迦摩尼佛涅槃之後會到哪裡去 然後你請我來告訴你一樣 而無上的真理不存在你這個答案 因此唐諾你想要知道所有問題的真相與答案 然後解脱生死輪迴 解除所有的煩惱跟痛苦的話 你就要禪定 然後去實踐 只有實踐踏出那第一步 實之以恆 才有辦法成就找到真正問題的答案 試試看 於是